哈喽大家好我是陶剧长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由同名小说改编的 高颜值高糖分泰富 你是我的氧气第一到二集 故事一开始男主阿罗半夜从噩梦中惊醒 本想找好友小靠倾诉 却被小靠的呼噜声劝退 转眼市民的阿罗走进了一家咖啡店 尽管咖啡店打样在即 店员小吉还是热情地招待了阿罗 阿罗点了一份可丽饼蛋糕和咖啡 小吉却贴心地将咖啡换成了热牛奶 第二天小吉换班时 正巧遇到好友前来订购甜品 犒劳辛苦彩牌本届新月选拔的学弟学妹们 小吉抱怨着订单太极无法完成 却看到了订单上熟悉的套餐组合 于是小吉决定亲自负责这单的制作与配送 订单清点齐全之后 小吉带着食物来到了排练室 果然看到了阿罗 经学姐介绍原来小吉是大四的小之月 用餐间隙 小吉拿着套餐来到阿罗的身边 告诉阿罗店里没卖热牛奶 所以这杯热牛奶是自己对阿罗的特殊照顾 阿罗接过牛奶已正狂饮 小吉温柔地叮嘱阿罗认真排练 同时不忘给阿罗来了一个魔头沙 咖啡店里扶女阿金正守着吧台 直播CP撒糖时 竟然忍不住尖叫了起来 惹得众人满脸疑惑 还没一会儿的功夫 刚消停的阿金又在网上看到了 小吉与阿罗的魔头沙 再次尖叫了起来 看来妇女对糖真的是毫无抵抗力可言 排练室门口阿罗向临走的小吉表示感谢 同时询问今晚可不可以去店里喝牛奶 小吉答应后 阿罗满意地回到了排练室 这时好友冲出来提醒小吉 阿罗的家庭背景比较复杂 与他交往时要多加注意 阿吉回到店里 阿金就忍不住八卦了起来 小吉已再不下班就会堵车迅速打发阿金 阿金临下班前还不好威胁小吉帮自己拿阿罗的帅照 否则就把小吉的个人信息公布到网络上 小吉只好答应了下来 晚上一直不见阿罗踪影的小吉 从其他的学弟口中得知 阿罗彩排并没有结束 而画面的另一头 刚结束彩排的阿罗还没等学姐讯文化 立马背包走人 小吉回到家后看着冰箱里的牛奶 脑海里想的全是阿罗 而阿罗喝着自己加入的牛奶想的全是小吉 阿罗决定去咖啡店门口等天亮 却意外等来了小吉 小吉一脸严肃地告诉阿罗 自己用的只是普通的牛奶 没必要专门跑着趟 阿罗却说自己尝试过了 只有小吉热过的牛奶 才能够让自己安心入睡 小吉听后让阿罗留下联系方式 这样一来就能够随时联系到自己 小吉起身为阿罗加热牛奶之后 顺势帮阿金要阿罗的照片 阿罗却表示要和小吉一起拍 小吉回到家之后接到了阿金的电话 原来阿金把小吉发给他的合照放上网络 引发了同学们的热议 画面另一头 阿罗回想起自己拍合照的时候 偷亲了小吉 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 比起阿罗和小吉的甜 本局另外一对CP的登场就略显搞笑 夜里从酒吧出来的阿布 刚解决完仰慕者的碰瓷 就被一群歹徒盯上 目睹这一切的小靠 决定利用垃圾桶英雄救美 却错过了最佳时机 为了制造独处的机会 小靠还是拉着阿布躲了起来 紧接着 本就对阿布一见钟情的小靠 在归还钱包的时候 大胆地向阿布表白 阿布一脸冷漠地离开之后 小靠却拿着阿布的身份证 一脸吃下 第二天 与同学一起吃饭的小靠 看到阿布赶忙追了出去 完全不顾身旁 想要套近乎的女同学 伴随着小靠的呼喊 阿布停下了脚步 来不及刹车的小靠 直接撞上了阿布的后背 经过一阵寒暄 小靠对着阿布离去的背影表态 自己一定会拿下阿布 课后小靠幸福中的 来给好友阿罗送复习资料 阿罗回想起小靠 拉着阿布奔跑的情景 询问小靠是怎么认识阿布的 小靠却不假思索地 直接表达了对阿布的喜欢 紧接着 阿罗说到阿布是自己的表哥 是个十足的危险人物 小靠听后丝毫不怕 反倒更加为之着明 故事来到了皮特和汤姆这头 同为医生的两个人 从护士的口中得知 有人偷拍了两个人照片 放在了BL论坛上 隔天皮特拿着照片 到咖啡店寻找偷拍者 阿金三言两语打发了皮特之后 赶忙上楼删除掉了手机里的照片 回到座位的皮特 在汤姆的提示下 发现阿金就是偷拍者 起身找阿金算账 被打了个正着的阿金为了自保 开始洗脑皮特认清自己是个gay 皮特听醒阿金的话之后 开始测试自己 是否对汤姆有行动的感觉 结果与阿金所说的完全相反 于是皮特找到阿金 让其删掉照片 阿金却一口咬定 自己是不会无缘无故的 咳错CP的 紧接着 阿金又举起种种势力 来证明汤姆喜欢皮特 再次被洗脑的皮特 决定对汤姆进行验证 却再次得到了否定的答应 于是皮特长舒了一口气 兴奋地跳了起来 但从汤姆的反应来看 阿金果然没有咳错CP 验证结束后的皮特 来到咖啡店 找阿金反馈结果 就在两个人 一来一回的互动之中 皮特发现了自己似乎喜欢上了阿金 当皮特与阿金亲密接触之后 皮特确认了这种感觉 害羞地跑了 故事继续回到阿罗和小吉店头 晚上阿罗照常来到咖啡店找小吉 一口奶下肚之后 阿罗询问小吉能否教他吉他 小吉问起原因 阿罗却没有回复 其实从阿罗的思绪中不难看出 吉他对于阿罗来说 有着特殊的意义 紧接着小吉拿起纸巾 擦掉了阿罗嘴上残留的牛奶 阿罗则亲吻了小吉的手 阿罗送小吉回家的时候 邀请小吉明天去看自己比赛 小吉坦言自己已经换好班了 可以去看比赛了 原来阿金为了撮合小吉和阿罗 竟主动和小吉换班 好让小吉去现场为阿罗打抠 行乐选拔这天 为了帮阿部的摊位创收 小靠给阿部画了个可爱的造型 以此中和阿部凶神恶煞的气势 期间阿部语重心长地告诉小靠 别在自己身上浪费时间 小靠再次深情地表白之后 将头靠在了阿部的肩头 阿部什么也没有说 只夺过画笔 把小靠画成了兔子 四处闲逛的小靠遇到阿罗之后 才发现自己被阿部画成了兔子 有些沮丧的小靠抱怨着阿部乱画 阿罗却一语道破了真相 因为阿部喜欢兔子 只可惜沉浸在自己丑蒙颜值中的小靠 丝毫没有听出来 这是阿部另类的心动征兆 小靠回到摊位之后 不忘邀请阿部今晚去看自己的演出 小靠被阿部拒绝之后 直接在摊位里唱起了歌 边表白边吸引顾客的注意力 转眼摊位里的话即将告继 小靠却被乐队成员抢拉着去排练了 画面一转 小吉刚到活动现场就遇到了紧急事件 原来花店无法配送用来投票的鲜花 于是小吉自高奋勇地去取花 在得知路程较远 小吉又不会开车之后 阿罗主动提出开车带小吉去取花 小吉和阿罗来到了花店之后 被老板告知 鲜花已经被贩卖出去了 小吉有些沮丧 阿罗却三言两语地搞定了老板 追回已贩卖的鲜花 趁着鲜花撞车的时候 店员主动送花开了小吉 这一切刚好被阿罗看到 促意上头的阿罗赶忙进店宣示主权 店员走之后 阿罗拿走了小吉手动的花 为小吉送上了由自己挑选的鲜花 同时借着花语示爱 小吉和阿罗回来之后 阿罗就被学姐抓走彩台 而小吉也被好友指挥着 安抚本学院参赛的学弟 阿罗看到小吉正耐心地鼓励学弟 一气之下躲门而出 小吉赶忙追出来解释 并教阿罗如何在台上放松情绪 晚上心愿选拔正式开始 阿罗在台上表演着吉他弹唱 眼神却四处寻找着自己熟悉的身影 当小吉出现在人群之中 阿罗的眼神变得温柔了 表演结束之后 当主持人询问阿罗对幸福的定义的时候 阿罗坚定地看向小吉 回答道自己的幸福就是吉他 这一语双关真绝了 果然还是音乐学院会谈恋爱 投票环节结束之后 阿罗以最高票数 获得了本届笑之乐的称号 本集尾声伴随着小靠的乐队表演 小吉和阿罗在台下实质紧扣 而一向冷漠的阿布也站在人群之中 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对自己 如此真诚的小靠 正散发着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本集故事一开始 小吉正帮好友劝 阿罗参加庆功宴 阿罗却耍赖要求小吉和自己一起去 经过好友的再三拜托 小吉只好答应 画面另一头 小靠邀请阿布参加庆功宴悲剧后 意外捡到了阿布 遗落下的钥匙 于是小靠通过猜钥匙 在哪只手的游戏 成功套路了阿布 庆功宴上 一向高楼的阿罗 成为了阿雅学姐眼中的猎物 阿雅学姐决定主动出击 却意外碰了一鼻子灰 这让阿雅学姐在同学面前 颜面全无 小靠则守着大门 等待阿布出现 原来小靠邀请阿布来参加庆功宴 是因为小靠想让阿布 再帮自己画一次兔子 看到小靠可爱的脸庞 严肃的阿布居然笑了 这让小靠喜出望外 小吉赶到庆功宴的时候 阿罗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于是小吉主动承担起了 照顾阿罗的责任 阿罗醒后 小吉得知阿罗 因为昨晚没有喝牛奶而失眠 所以才困得开始补眠 看着阿罗乖巧的小表情 小吉又顺势来了一波 宠溺的魔头杀 小吉把阿罗送回家后 阿罗先要了一杯热牛奶 接着又一步 想一个人睡觉为由 将小吉留在家里 看着阿罗熟悉的身影 睡不着的小吉 决定到客厅里发呆 转眼从房间里出来的阿罗 直接躺在了小吉的大腿上 一阵宠溺的对话过后 阿罗将熟悉的小吉抱回房间 第二天经过了甜甜的早餐时光之后 准备去学校拍照的阿罗 将小吉送到了学校 画面另一头 零花钱告急的小靠 正电话阿罗想要蹭饭 却得知阿罗仍在学校拍照 为了解决小靠的惊奇难题 阿罗让小靠在超市里仔细寻觅 小靠放下电话后 阿布出现了 看着病厌厌的阿布 小靠灵机一动 以帮忙买菜送菜为由 获得了去阿布家做客的机会 紧接着 小靠来阿布家照顾生命的阿布 就在两个人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过程中 阿布似乎卸下了心房 不再具有攻击性 小靠则蹬鼻子上脸 趁阿布生病意识低迷 强行让阿布把自己当宠物呀 晚上小吉准备打样的时候 阿罗刚好现身 见阿罗全身湿透 小吉赶忙询问原因 原来拍摄结束后 阿雅学姐单独留下了阿罗 让其拍摄失身照 小吉听后略敢生气 阿罗通过唱歌来哄小吉开心 接着小吉决定 明天陪阿罗一起去拍摄 第二天课后 当好友得知 小吉要陪阿罗一起拍照的时候 询问小吉 是否已经确认了自己的心意 否则继续暧昧下去 受伤的可能是阿罗 小吉听后 若有所思 转眼无法明确自己心意的小吉 决定留在咖啡店工作 偶然间听到阿金说 自己曾用闭上眼睛 想到谁就喜欢谁的方法 测试出了皮特对汤姆的心意 小吉闭上眼后 阿罗的身影闪进了脑海 于是确认心意的小吉 赶到了拍摄现场 却发现拍摄早已收工 转眼 阿雅学姐正准备 对着毫无抵抗力的阿罗 按下咸猪手 却被及时赶到的小吉所救下 小靠吉好友 找到了阿罗和小吉后 决定送两个人回家 却意外被人偷拍 毫无察觉的四个人 回到阿罗家后 小吉决定下厨犒劳大家 饭中上 小吉和阿罗不自觉地撒糖 惹得小靠吉好友 争相模仿调侃 从阿罗家出来后 小靠支走了好友 独自蹲守在阿部的车位上 见阿部回来后 小靠主动提出了 帮阿部把文件报回家 小靠放下文件后 阿部直接将其拒之门外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小靠居然偷偷地 拿走了阿部的学生证 画面另一头 小吉帮阿罗擦身子散热 阿罗提出 让小吉和自己一起去当义工 小吉安抚道 只要阿罗乖乖听话 自己就去 见小吉起身要走 阿罗一把将小吉 抱到自己腿上 紧接着两个人 聊起了小吉的悲惨身世 阿罗听后 送上了自己湿热的吻 想以此安慰 沉浸在悲伤中的小吉 隔天两个人 一同出现在食堂 阿罗似乎感受到了 有人正在偷拍自己 紧接着阿罗随小吉 来到咖啡店 正好遇到了 前来应聘的阿K 阿罗这个醋王 全程直勾勾地 盯着阿K的一举一动 生怕小吉被抢走 直到再次听到相机声 阿罗赶忙推说 要去找小靠 所以先行离开 夜晚没等到阿罗的小吉 却意外等来了 前来帮忙的阿K 听了阿K的惨痛经历后 小吉决定帮阿K 找老板申请工作 画面一转 阿K如期上岗 开启了自己的追爱行动 这天拿到阿布身份证的小靠 凭借着对阿布 身份证号的记忆 成功拿到了阿布的课表 于是提前来到食堂围堵 阿布见状 让小靠采用文明人的方式寻找自己 毕竟课表也拿到手了 现在拿到联系方式 就万事俱备了 计谋被拆穿的小靠 赶忙转移话题 拉着阿布一起去吃饭 吃饭的间隙 阿布邀请小靠 陪自己一起去上课 转眼两个人来到教室 面对同学们的指指点点 小靠主动拉起了阿布的手 给予阿布鼓励 为了避免同学们的冷嘲热讽 影响小靠休息 阿布帮小靠戴上了 另一边的耳机 小靠在感谢的同时 趁机勾住了阿布的小手指 晚上准备热牛奶的小吉 依旧不见阿罗的身影 回家后小吉想到 阿罗曾坐在店门口等自己 又折返回去 没想到这次等在门口的 竟然是阿K 得知阿K今晚无处可去 一向好心的小吉 只好将阿K带回自己的家 回家后小吉主动致电阿罗报备 却遭到了阿罗的冷漠应对 紧接着洗漱完毕后的小吉 收到了来自阿K的热牛奶 面对如此主动的阿K 小吉感到不适 转眼又是一天 阿罗伪装成黑衣人 躲在角落里 观察着偷拍者的一举一动 见偷拍者离开后 阿罗赶忙追了出去 一举抓获了偷拍者 警告其不要搞这些小动作 当天晚上 咖啡店打烊后 阿K也想尝尝小吉的热牛奶 却被小吉无情地拒绝了 因为小吉曾答应过阿罗 热牛奶是给他的专属 本机卫生 阿K询问小吉进来的心情 同时向小吉申请告白 这时阿罗正好来找小吉 阿K挑衅地看了眼在楼梯上的阿罗 继续等待小吉的回复 面对如此尴尬的情况 一向为他人着想的小吉会如何回复 而一向霸气的阿罗又会如何解决呢 阿罗听到阿K向小吉告白 起得转身下楼 阿K见状立马调转画风 解释自己喜欢的是小吉的优秀品质 没想到阿K居然是这样的心机boy 阿罗看到小吉从楼上下来 照例点了杯热牛奶 这时小吉发现牛奶已经用完 阿K赶忙打岔 让阿罗明天再来 阿罗直接无视阿K 起身对小吉说道 那我送你回家 转眼两个人来到了小吉家楼下 阿罗邀请小吉 明天一起采摆做义工的用品 小吉一改往日柔情 直接拒绝了阿罗 画面另一头 小靠邀请阿布参加义工活动 被阿布无情拒绝 接着小靠询问阿布 是不是因为那天 自己想为阿布强出头而生气 阿布没有回复 撇下了小靠 第二天小吉在超市里遇到了阿罗 阿罗撒着焦 让小吉帮自己挑选做义工的用品 却被小吉回绝 眼见撒焦这招不管用 小罗只好扯谎是帮小靠挑选的 小吉这才答应帮忙 小吉到家后 发现给小靠挑选的用品 落在了自己的包里 赶忙打电话给阿罗 原来这一切都是阿罗故意安排的 这样一来 小吉就不得不和阿罗一起去做义工 临出发前 小吉和朋友姗姗来迟 阿罗刚邀请小吉和紫园车 辅导员就呼吸大家按学院执声 这让突然杀出来的阿K捡了一个大便宜 一路上阿K又是分享零食又是帮忙拍照 更是趁小吉闭目听歌的时候 抢走另一边耳机尬聊 这一切让小吉感到不适 中途休息 小靠为了撮合阿罗和小吉 趁阿K上厕所的时候 将其反锁在了厕所里 转眼阿罗前来挑逗正在熟试的小吉 小吉惊醒后看到阿罗 搂出了微笑 路途继续 阿罗趁小吉闭目听歌的时候 抢走另一边耳机 然而这一次小吉没有任何的不适 反倒任由阿罗摆布 最终靠在阿罗尖头沉睡 抵达目的地之后 学姐再次强调 学校已经按学院分配好了宿舍 不可以混住 这次阿罗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小吉被阿K截虎 阿罗和小靠刚抵达宿舍之后 就有人询问能否拼宿舍 正在气头上的阿罗打开房门 看到前来是小吉 赶忙将其拉进房间 没想到阿K也跟了进来 小靠健壮只好安抚阿罗 到了晚上就把阿K给你离开 画面一转 小靠正在沙滩边给阿布拉信息 这是好友带着管理学院的学长前来 本来兴致不高的小靠挺到管理学院 赶忙八卦起了阿布拉过往 同时在手艺上被捉起来 宿舍这头 阿K以借生活用品 向小吉凯游热击了阿罗 紧接着阿罗和阿K又因为小吉今晚和谁睡一起了争执 为了躲避复杂的三角关系 小吉逃到好友的宿舍打地铺 在和好友的聊天过程当中 小吉透露自己一直摇摆不定 是因为阿罗曾莫名的失联 好友却认为不能够因此否定阿罗的真心 义工活动开始后 小吉听了好友的话 想过来找阿罗 又惨遭阿K阻拦 这一次小吉虽然明确地拒绝了阿K 但在好友眼里 小吉还是个模棱两可的烂好人 于是好友找到小吉 明确地指出了 小吉烂好人的人生会让阿罗感到不安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好友直接通过快准狠的借位之吻引来阿罗 逼小吉认清现实 好在小靠吉时拉住了阿罗 不然小吉好友这波舍命助攻就真的没命了 好友走后 小吉拦下了暴走的阿罗 向其解释了缘由 同时表明了心意 阿罗也承诺 之后会一直陪在小吉身边傍晚 小吉回房间拿去温水 面对阿K的霸道表达 小吉严肃且认真地说明了自己的心意 夜晚众人正聚集在沙滩上举行篝火晚会 阿罗在小靠的伴奏下 唱起了他和小吉的定情曲 同时祝小吉生日快乐 晚会结束 小吉和阿罗聊天时得知 阿罗偷偷看了自己的身份证 所以记住了生日 小吉向阿罗表示感谢 阿罗却率先表白 第一次坠入爱河的两个人 就连互相脸红的瞬间都散发着甜味 紧接着甜度直线上升 害羞的小吉刚想要逃 就被阿罗拿到了怀里 于是两个相爱的人用亲吻约定 只做彼此唯一特殊的存在 结束约会之后 小靠和好友正无情地调侃着小吉和阿罗 正是阿罗接起电话朝海边走去 小靠让小吉上前看看 或许只有小吉才能安抚阿罗的情绪 果然小吉一出马 玩时都变得柔情 看着温柔的小吉 阿罗承诺 等自己整理好 就把一切都告诉小吉 回到宿舍之后 小吉决定用分床税 惩罚阿罗擅自投窥自己的身份证 阿罗拿管理了这么多 直接派上小吉 小吉挣扎失败后只好同意 义工活动结束后 小靠来管理学院找阿布 却被之前挑衅的学长围堵 正当学长们准备下黑手的时候 阿布赶来救走了小靠 阿布带着腹上的小靠回家 替小靠清洗伤口 接着阿布拿来的弟弟 曾穿过的兔子睡衣 让小靠换上 通过聊天 小靠知道 原来阿布从没有生自己的气 只是害怕小靠受伤 小靠听后安心地入睡了 阿布也露出了笑容 故事来到小吉这一头 当阿金得知阿罗提出了同居的请求 却被小吉以考虑考虑推脱后 对小吉一通说教 晚上辗转难眠的小吉电话阿罗 告诉阿罗自己决定与其同居 隔天阿布和小靠在外吃饭 这时两个人发现 围殴小靠的人竟然主动退学了 趁阿布联系学校之际 小靠电话阿罗验证了自己的猜想 原来这件事真的是自己老爸搞大的 同时小靠还从阿罗那里得知 网络上正疯传的 是小靠是被阿布所伤 阿布回来后 小靠如实交代了这些事 可能都是自己老爸做的 但现在小靠更关心的是 阿布是否知道自己被网友抹黑 接着小靠灵机一动 硬是躲进了阿布的怀里撒娇 原来小靠想借餐厅里的俯女之手 通过转发自己和阿布的暧昧照片 破除谣言 画面另一头 小吉正式搬进了阿罗家 两个人开启了甜甜的同居生活 晚上小吉热好牛奶等阿罗 没想到一通电话打破了这份配号 于是阿罗决定坦白真相 原来罗妈去世后 罗爸就没有关心过阿罗 但听闻阿罗和小吉在一起 碍于家族声望的罗爸坐不住了 还被跟踪监视 而之前阿罗的失联 就是为了解决罗爸派来的人 紧接着小吉回过了电话 对着电话向阿罗告白 从最早的双向一键钟前到今晚 两个人终于在危难来到之前 正式确立了关系 相较于小吉和阿罗的爱恋 医生CP的感情线就显得崎岖了 皮特以为自己喜欢阿金 开启了追求之路 先是替生病的阿金教育成名游戏的弟弟 又为阿金的弟弟化解矛盾 画面一转皮特误以为再次入院的阿金要亲生 于是胡扯自己正在追求汤姆 希望彼此转移阿金的注意力 当得知阿金只是在八卦对面楼的CP的时候 皮特却不知如何解释刚刚编造的谎言 阿金顺利出院之后 仍不忘帮皮特追求汤姆 这天阿金带着自己搜集来的恋爱资料来找皮特 同时布置了约会打卡的作业 皮特见阿金如此上心 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紧接着皮特带着好吃好喝的来到食堂诱骗汤姆 汤姆见皮特一反常态 赶忙询问其原因 汤姆原以为自己会等到皮特的告白 却发现皮特只是想利用自己把妹 生气地走了 本集尾声 皮特为汤姆送上了巧克力蛋糕 同时还邀请其一起去看电影 当汤姆得知 皮特做这一切不是为了道歉 而是为了应付阿金布置的约会作业 汤姆彻底失望 痛骂皮特渣男 故事一开始 小靠被阿罗推进了游泳池 还没等小靠反应过来 众人就唱着生日歌走了出来 小靠特地感谢了小吉 为自己组织了生日派对 小吉则反过来答谢小靠 因为没有小靠的助攻 小吉和阿罗就不会在一起 这时阿罗过来告诉小靠 自己为其准备了生日礼物 而这个生日礼物就是阿布 夜幕降临后 已经玩风的小靠 是与阿罗一起整蛊阿布 见阿布怒吼 本想甩锅给阿罗的小靠 不见阿罗的身影 只好乖巧地站在泳池边 等待训斥 小吉健壮 假借满饮料将众人带走 只留下小靠和阿布 众人走后 阿布顺势将小靠拉下水 以示惩罚 转眼光着上身的两个人 在泳池里 玩起了小儿科的憋气大赛 衣服都脱了 难道不是应该玩点成年人的游戏吗 最后作为输家的小靠 不得不接受阿布无条件的提问 通过问答 阿布得知小靠爸爸 有很多手下 所以才能迅速解决绑架小靠的人 第二天小吉询问阿罗 是不是因为失眠才早起 阿罗却说是因为小吉 在inst上宣布了两个人的关系 所以兴奋地睡不着 随后两个人相约一起看电影 没想到阿罗偏偏选择了小吉 最害怕的鬼片 电影结束后 小吉始终搂着阿罗不放 直到阿罗表示 自己喜欢这样被需要的感觉 小吉才害羞地松开了手 画面一转 小靠带着游戏机登门 希望通过这次挑战 赢得了解阿布的机会 几轮游戏后 阿布果然输了 小靠在和阿布的聊天过程中了解到 阿布深陷的打架事件 存在着许多虚假谣言 正当小靠想进一步了解 阿布弟弟的事情的时候 阿布留了一个悬念 让其去问当事人 晚上阿布带着小吉来到酒吧 与小靠一群人会合 这时小靠从阿罗和小吉的口中得知 阿布是故意输给自己的 心中充满了困惑 紧接着小吉去厕所的时候 被一名罪悍骚扰 好在阿罗及时赶到 才救下了小吉 这场肉搏最终以阿罗 不慎将前来劝架的小吉 推倒而告终 三个人因为在酒吧闹事 进了警察局 抵达警察局后 阿罗很快就被保释了 这一切多亏罗巴的秘书 杰哥帮忙 抵达公寓后 杰哥早已在电梯口供后 阿罗始终没有好脸色 夜晚在小吉的开导下 阿罗主动交代了 自己与杰哥的过往 原来阿罗一直不解的是 自己把杰哥当朋友 杰哥却为了罗巴的命令 抛弃了自己 经过小吉的劝慰 阿罗决定敞开心扉 和杰哥聊一聊 那时的苦衷 隔天早上 小吉和阿罗邀请杰哥 来家里共进早餐 饭桌上 杰哥道出了自己 当年离开阿罗追随罗巴 是罗妈临死前的嘱托 同时杰哥还自报了 自己喜欢罗巴的事情 阿罗听后 为自己不曾理解过杰哥 而表示抱歉 紧接着剧情再次紧张了起来 因为杰哥这次回来 就是替罗巴处理阿罗和小吉的 但这似乎无法动摇 阿罗和小吉 两个人紧握着手 向杰哥承诺 一定会陪伴彼此到最后的 晚上小靠又带着游戏 来挑战阿布 这一次小靠 事先对玩具动了手脚 从而喜提了 向阿布发问的机会 小靠询问阿布 能否对自己敞开心扉 阿布回复不知道的同时 又补充到 但这间房门 只对小靠开放 说硬汉不会撩的 一定是没有遇上让他弯的人 面对如此甜蜜的嘱咐CP 皮特这头则表现得有些无龙 被汤姆拒绝后的皮特 竟和阿金的弟弟小强一同看电影 以此来完成阿金布置的约会作业 隔天说到最后的阿金 为了进一步促成皮特的恋情 再次布置了约会作业 已经没人可约的皮特 不得不去商场偷拍其他汉子 就在皮特犯男的时候 小强出现了 皮特临近一动 再次让小强充当模特 期间小强因为阿金的查岗电话 感到烦恼 经过皮特的开解和安抚 小强似乎对眼前的皮特 产生了莫名的好感 回到家后 小强得知阿金正在吃皮特 和其心上人的瓜 不由的好奇了起来 于是小强趁阿金不注意 偷偷查看了聊天记录 当小强发现皮特的心上人 就是自己的时候 竟然有一丝的甜蜜 不知道扶女阿金 得知吃瓜吃到自己弟弟身上的时候 有如何的感受呢 故事回到阿罗和小吉店头 这天小吉和阿罗 聊起了自己在孤儿院的生活 以及照顾自己的大妈 于是阿罗和小吉约定 期末考试结束后 就一起去乡下去看大妈 这时深陷在甜蜜气氛中的 两个人正在准备亲亲 却被小靠一本正经地打断了 原来吞了这把狗粮的 不止学长一个 阿罗和小靠练习的时候 小吉正在房间里做家务 直到阿罗被杰哥的电话喊走 小吉才悄悄地从房间出来 让小靠叫自己唱歌 原来唱歌总跑掉的小吉 想在阿罗生日的时候 为其演唱 小靠欣然答应了 同时鼓励小吉 只要用心唱 就不用怕跑掉 为了感谢小靠 小吉为其送上了一份大礼 这份大礼就是去超市 偶遇阿布 转眼小靠跟阿布回家 开始了甜甜的做饭时光 为此小靠还特意准备了情侣围裙 要求阿布穿上 紧接着小靠邀请阿布 期末考试后一起出去玩 同时还贴心地补充道 自己会找一个有网络的地方 方便阿布和弟弟联系 见小靠如此细心 阿布便不再拒绝 这时阿布收到了好友的喝酒邀请 小靠决定作陪到底 晚上小靠陪阿布见朋友 期间阿布得知小靠怕冷 赶忙脱下外套为其披萨 朋友见状直接点破了两个人的关系 同时询问阿布是否害怕弟弟之道 小靠赶忙上前八卦 为何阿布如此惧怕弟弟 不料阿布的朋友 也是个卖关子的大师 朋友虽没有如实相告 但答应小靠 会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助攻 画面一转 阿罗正在咖啡店里陪小吉工作 一男子前来打听小吉 阿罗瞬间起了戒备之心 经小吉介绍 阿罗得知这男子是小吉的儿时玩伴小波 即便如此 就在小波与小吉闲聊的时候 阿罗始终带着醋意不停地插话 小波准备离开的时候 不慎遗落了病患记录单 这时小吉才知道大妈已经病危 原来小波是受大妈之托来找小吉的 但害怕小吉无法承受这个恶号 才不敢提起 回到家后 心神不宁的小吉在阿罗的安抚下逐渐平复了心情 第二天小吉来医院看望大妈 将自己的近况汇报给大妈听 趁大妈休息间隙 小吉电话阿罗交代了大妈的情况 希望阿罗能够与大妈视讯 本想亲自前来见家长的阿罗 才到了小吉的顾虑 答应先与大妈视讯 接下来的时间小吉都在医院陪大妈 这天大妈的精神格外的好 小吉决定推大妈出去走走 两个人来到户外坐着 就像回到了孤儿院的日子 小吉想让大妈再为自己做一次玩具 却发现大妈状态大不如前 将大妈复回房间后 阿罗正好发来视讯 阿罗在视频中向大妈汇报了自己和小吉的种种故事 同时要求大妈将小吉托付给自己 听着小吉和阿罗的对话 大妈倍感欣慰 阿罗答应大妈等大妈有所好转 就带着他和小吉一起回乡下 当天晚上得知大妈病情恶化 小吉便执着于让大妈转院治疗 这时小波转告小吉大妈要见他 第二天清晨 大妈在小吉的陪伴下离开了人世 紧接着儿时伙伴宠聚礼堂 为大妈筹备葬礼 一整天下来 小吉通过不停地招待宾客来麻痹自己 无论同伴如何劝说 小吉始终不愿休息 隔天傍晚 小吉接到了阿罗的电话 这时还不知道阿罗已经在身后的小吉 仍假装坚强 挂断电话后 阿罗上前拥抱了小吉 一句我来晚了 在这里你可以哭 让小吉瞬间卸下了伪装 在阿罗的怀抱里痛哭 对于小吉来说 阿罗的出现像是突然有了情感的宣泄口 让小吉明白 即便自己不坚强 不温柔 不懂事 也会被人深爱 而对于阿罗而言 小吉的出现则填补了 阿罗常年得不到家庭温暖造成的心理空缺 两个人的结合 除了甜甜的爱 更多的是相互治愈的过程 阿罗正细心照料着刚失去大妈的小吉 当阿罗说到要遵守和大妈的约定去趟乡下的时候 小吉虽然感到难过 却坚持陪阿罗同去 转眼小吉和阿罗随福利院吉婶一起回乡下 两个人抵达乡下后 看着大妈曾生活的地方 小吉既熟悉又陌生 紧接着阿毛鬼鬼祟祟的潜入房间 却被阿罗逮个正着 小吉刚想弄清楚事情的原委 阿毛却一溜烟地跑了 这时支撑前来的小靠 一上来就扎进小吉怀里讨吃的 阿罗见状扬言要先吃自己一脚 吃饭的时候 吉婶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 希望在新老师来之前 小吉能够暂待老师一职 教孩子读书十字 众人刚答应吉婶的请求 阿毛又跳出来喊道只要大妈叫 第二天小吉和阿罗找到阿毛 以帮其种树为由赢得了教树的机会 同时也得知了阿毛之所以偷偷地潜入房间 是因为要去房间里找在城里工作的妈妈 托大妈带回的信 小靠正带着孩子做游戏 阿布的出现让小靠输掉了游戏 小靠本以为阿布会替自己出头 不料却被阿布反手推进了孩子们的魔爪中 就这样四个大人和一群孩子玩得不亦乐乎 晚上吃饭的时候 小靠的殷勤献媚让一旁的阿罗和小吉都看不下去了 于是不甘示弱的阿罗和小吉也开始疯狂地撒糖 就在小靠撒娇的时候 阿布接到了弟弟的岳阳电话 于是着急忙慌地往外跑去 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小靠带着吉他坐到了阿布的身旁 紧接着小靠询问阿布是否厌烦自己唐突的行为 当得知阿布从未感到厌烦的时候 小靠有些得意忘形地喊着要看阿布的笑容 一向高冷的阿布见状 只好动用无力 遮住了小靠的双眼 吃瓜群众阿罗和小吉的出现 让阿布瞬间收敛了起来 阿罗临走前还不忘调侃小靠 追爱方式老土 小靠刚想反驳 阿罗竟炫耀起了和小吉实质紧扣的手 洗漱结束后 阿罗再次逮到了在房里翻箱倒柜的阿毛 正当阿罗想向吉婶告状的时候 阿毛居然吓狠嘴咬上了阿罗 阿毛跑后 小吉和阿罗才从吉婶口中得知 原来阿毛是被妈妈抛弃的 之前所有的信都是大妈代写的 夜里小吉从信上的笔记 证实了吉婶所说的话 同时还在一叠信中 找到了自己小时候的话 这让小吉不由地回想起了自己儿时的梦想 就是赚钱笑敬大妈 隔天小吉学着大妈的样子 让孩子们在纸上画出自己的梦想 孩子们都陆续完成了画作 只有阿毛一个人磨磨蹭蹭地画到了最后 当小吉询问起画的内容的时候 阿毛的答案令众人不禁心疼了起来 原来阿毛已经知道 所有的信都是大妈伪造的 画面另一头 小靠一心想与阿布在外露营 正以麦鹿为由带着阿布满树林转悠 借阿布担心树林里没有信号而焦虑 小靠只好提前将其带到了露营点 没想到的是 小靠接二连三地掏出了露营用品 暴露了刚刚假麦鹿的事实 晚上小靠第一次见到阿布弟弟的真面目 也是第一次听阿布说起弟弟的故事 更是第一个得知阿布即将启程去英国的人 期间小靠不自觉地牵起了阿布的手 当阿布讲完所有的故事 小靠说道 如果阿布需要自己的帮助 自己将不遗余力 这就是真爱啊 第二天阿罗告诉小吉 自己的爸爸已经回国了 所以不能在此逗留太久 为了多留下些美好的回忆 以解之后分隔两地的相思之苦 小吉提议带阿罗去附近逛逛 当小吉和阿罗决定去瀑布附近游玩的时候 阿毛这个小电灯泡又冒了出来 于是两个人只好带着阿毛开启了浪漫之旅 不一会儿的功夫 只顾着谈恋爱的两个人居然把阿毛坛丢了 好在阿毛就在不远处 只是不小心将随身携带的娃娃弄丢了 正当小吉犯难的时候 阿罗决定独自帮阿毛找娃娃 晚上小吉将阿毛哄睡后 阿罗已经按照小吉的指示 在桃罐里兑了水 两个人对着桃罐猛吸了一口后 阿罗意识到这里面根本不是棕吕枝 而是酒 见小吉一个劲的猛吸 生怕其喝醉的阿罗疯狂阻止 不料小吉突然扑进了阿罗怀里索吻 紧接着两难运动一触即发 想不到单纯的小吉 还有如狼似火的一面 懂得借酒失身啊 画面另一头阿伯见小铐穿着随意 临时决定将宴会改成了约会 两个人约会的时候 小铐记着妈妈说过的 如果遇到真爱就一定不要放手 询问阿布是否遇到了这样的人 当得知阿布还未遇到这样的人 小铐有些失落 转眼阿布却说自己遇到了 想要成为对方真爱的人 哎呀 学霸连表白都要这么拗口的吗 吃完饭后 小铐和阿布趁热打铁来到了天台约会 见小铐一直戴着红色耳机 阿布询问其特殊含义 这还是阿布第一次主动了解小铐的过往 看着小铐滔滔不绝的样子 阿布心动的同时又困惑至极 不禁询问小铐为什么会喜欢自己 面对小铐的真情告白 阿布充满宠溺的错了小铐的脸 高冷霸总发糖也太帅了吧 小铐和阿罗回来的时候 不禁感慨起大妈 无法随他们一同回来 这一切都被趴在阿罗肩头呼呼大事的阿毛听到了 不久后阿毛就失踪了 阿罗得知后赶紧询问今天是否有车去城里医院 果不其然 众人在医院里找到了正哭鼻子的阿毛 原来阿毛无意间听到大妈在医院的消息 所以赶来寻找 阿罗表示只要阿毛不哭 晚上就带阿毛去见大妈 阿毛随急事走后 阿罗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小铐保证 一定会用不伤害阿毛的方式告知其真相 晚上阿罗将阿毛带到湖边 指着天上最亮的星 告诉阿毛那是大妈去的地方 面对着阿毛的疑问 阿罗耐心地解释着 同时询问阿毛和小铐 是否还和以前一样爱着大妈 当小铐坐下时 阿罗对小铐说 大妈只是化成了所有你想要的东西 从湖边回来 解开心结的小铐 终于有勇气打开大妈的遗物 这时小铐在遗物中发现了大妈的亲笔信 大妈在信中写到自己之所以让小铐回来 是为了让小铐找到属于自己的梦想 而不是背负着大妈的梦想继续生活 看到这里 小铐已经哭成了泪人 第二天大家正齐聚一堂 庆祝棘手的侄子考上师范学院 当小铐和阿罗得知 没有老师来福利院待课 所以小铐要一直待到棘手的侄子毕业 这让两个人有些不知所措 为了两个人不受相思之苦 阿罗找杰哥帮忙摆平了所有的问题 兴奋之余的小铐决定给阿罗一些奖赏 夜晚小铐将阿罗带到了挂满两个人照片的大树下 替阿罗庆祝生日 阿罗告诉小铐 吉他这个外号起源于吉他是妈妈留给阿罗的心爱之物 妈妈热爱吉他 可他爱眼前的这个吉他 听着阿罗的真诚告白 小铐也袒露了真心 今晚两个相互治愈的人决定敞开心扉继续爱下去 小鸐和阿罗回到家后 杰哥早已在楼下等候 面对即将到来的巨大灾难 两个人坚定地食指相扣 但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巨大困难的第一弹 竟然是一个貌美如花的未婚妻 于是小鸐松开了刚才紧握的手 小鸐趁阿罗与未婚妻琳达找罗爸的时候 向杰哥打听了罗爸对自己与阿罗相恋的看法 以及琳达的事情 还不等杰哥开口 罗爸就发消息支走了杰哥 接着小鸐与罗爸的第一次交锋正式开始 罗爸进屋后 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要拆散小鸐与阿罗 因为两个人身份悬殊 根本无法在一起 为了让小鸐死心 罗爸特地带小鸐观摩阿罗叱咤伤害的模样 看着会议室里成熟稳重的阿罗 若有所思 这时罗爸说道 希望小鸐能够让阿罗与旗鼓相当的对象 果幸福的生活 这天晚上满脑子心事的小鸐却始终无法入睡 好在阿罗早就看出了小鸐的反常 提前让杰哥找小鸐谈心 两人谈话间啊 杰哥说起了自己成为罗爸秘书的励志故事 第二天杰哥趁着开会前的空档 将罗爸带到了小鸐打工的咖啡店 小鸐用一杯咖啡倒出了罗爸对阿罗深深的爱 同时用杰哥的故事成功说服罗爸 让自己通过努力成为最合适站在阿罗身边的人 看来罗爸还真是只纸老虎呢 画面另一头 小鸐正为阿部即将定居英国而萎靡不振 阿部的突然到来 让小鸐瞬间充满了能量 排练剑戏 鼓手因嘲讽阿部是个gay 与小鸐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阿部见状带走了正在气头上的小鸐 阿部宽慰小鸐 自己生长在开放的环境里可以接受这类的称呼 小鸐听后 赶忙表示 如果因为喜欢阿部就会变成激老 自己也愿意 紧接着小鸐说到自己正因为阿部的离开感到心痛 而阿部也表示自己因为小鸐的心痛而心痛 晚上小鸐来阿部家 透过语音翻译询问阿部是否喜欢自己 面对如此怪异的骚操作 阿部夺下手机 询问事情发生的原因 原来小鸐勿将妈妈让其委婉表达 理解为用语音翻译帮自己提问 阿部回房后 沮丧的小鸐 才意外在手机上看到了阿部的肯定答复 看来高冷的阿部也有羞涩的一面 转眼到了实习的日子 小鸐和好友小明在报道的时候得知 小鸐的实习岗位在管理部 与小鸐同时实习的 还有阿罗传说中的未婚妻琳达 晚上小鸐与阿罗电话的过程中 刻意隐瞒了患部门的事情 电话挂断后 小明替其打抱不平 小鸐却表示 为了阿罗再辛苦都愿意承受 在接下来的实习生活中 工科生出身的小鸐不停地工作 不停地犯错 因此遭到了不少前辈的白夜 琳达还不忘火上浇油 将手头上的所有工作都交给了小鸐 小鸐回到宿舍后 再次接到了阿罗的来电 小明见状提醒小鸐向阿罗告状 借机调毁工程部 小鸐却依旧闭口不谈这件事情 又是一天的工作日 小鸐因为会议材料和PPT内容不符 被部门主管老潘骂的是狗血喷头 而琳达的完美表现 让小鸐深刻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晚上小鸐因为工作压力大 与阿罗包电话周的时候 频频走神 第二天阿罗从琳达口中得知 小鸐正饱受工作折磨 于是找罗巴理论 却意外被罗巴关禁闭 小鸐这头似乎也不太乐观 刚确认阿部心意没几天 小鸐就在公寓楼下 撞进了阿部与一位陌生女子 一统进入到了公寓 促意上头的小鸐决定上门问个究竟 眼看撕逼大战在即 陌生女子坦言 自己是阿部的妈妈 没想到小鸐第一次见未来婆婆 竟然是如此尴尬的场面 晚上阿部想要一张小鸐的画像 带去英国 让小鸐不要总哭丧着脸 开始画画前 小鸐主动索稳 却遭到了阿部的拒绝 接着阿部第一次正面回应了 自己对小鸐的感情 于是两个人约定 每年初选那天在英国相见 作为临别礼物 阿部主动亲吻了小鸐的额头 几天后 小鸐带着会议纪要来找老潘 小鸐从老潘口中得知 每个实习生都需要做企划案 午饭时 小鸐主动向同事历解 打听企划案的事情 原来企划案是判定 实习是否过关的标准 转眼 小鸐正准备查阅 历年实习生的企划案做参考 琳达特意前来 假惺惺的说会提供帮助 琳达的虚情假意被拆穿之后 正式向小鸐发起了挑战 两个人约定 以企划案为赌局 输者必须无条件地离开阿罗 在被关禁闭的一个星期里 阿罗一蹶不振 天天以泪洗面 这时受小鸐之托的小鸐 为了躲避保镖的严防死守 特意从阳台翻进阿罗家 紧接着 小鸐带着阿罗从阳台逃了出去 当保镖和杰哥闻声冲进门的时候 早已经人去楼空 阿罗和小鸐碰面之后 决定带着小鸐私奔 小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于是两个人在小鸐的掩护下 成功逃脱了罗爸的魔爪 可惜好景不长 阿罗和小鸐还没有逃回乡下 就在加油站里 因为没钱加油而为难 看着如此任性的阿罗 失望透明的小鸐 将这段时间所受的委屈和盘拖出 同时表示 这样的阿罗不值得自己去爱 因为害怕失去小鸐 阿罗赶忙认错 并向其保证 不会再任性了 私奔风波之后 阿罗从杰哥口中得知 小鸐与罗爸的约定 这时杰哥又爆料 小鸐的吊岗并非罗爸所为 而是老潘的决定 想到即将回岗 面对矿工的惩罚 以及毫无思绪的企划案 小鸐靠向阿罗 希望阿罗用爱为自己充电 临别前 小鸐向阿罗保证 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分离 阿罗听后 在小鸐的额头轻轻地一吻 充电完毕的小鸐回到公司后 主动向老潘承认错误 同时承诺会用心做好策划案 下班后 司机老王决定烧小王回宿舍 前提条件是要跟自己一起去送货 正是这趟顺风车的经历 给了小鸐做企划案的灵感 小鸐回到宿舍后 叫醒了正在熟睡的小鸐 让其帮自己做采访记录 以完善企划案 画面另一头 杰哥为阿罗送上了热可可 同时将罗爸多年的良苦用心 告诉阿罗 这时阿罗才惊觉 罗爸有多爱自己 完美的企划案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却只得到了铁面老潘 勉强过关的评语 这不禁让小鸐压力倍增 就在小鸐上台讲解企划案的时候 画面另一头的阿罗 正在咖啡店里 与阿金等人交集地等待着结果 当得知小鸐顺利通过实习的时候 众人都高兴坏了 紧接着小鸐邀请阿罗 参加明日实习生的欢送会 却得知阿罗要出差 所以无法到场参加 欢送会当天 老潘的道场吓跑了众人 小鸐从老潘口中得知 自己之所以被严格对待 是因为老潘不喜欢 未来站在阿罗身边的人 被别人指指点点 同时老潘也将 琳达是自己女儿的秘密 告诉了小鸐 画面一转 小鸐独自躲在角落里 偷偷想念阿罗 阿罗却在这时 悄悄来到小鸐身旁 原来阿罗与罗爸 兵事前嫌后 罗爸特意将出差的任务延期 让阿罗能够参加 小鸐的庆祝会 同时阿罗说到 罗爸会先收养阿毛 直到自己与小鸐 准备做阿毛的家长 就在阿罗准备亲吻小鸐的时候 小鸐率先牵了阿罗 之后便调皮地 从阿罗怀里挣脱 紧接着伴随着小鸐的弹唱 阿罗和小鸐 再次说着甜到厚的情话 笑闻撒糖 故事未生 除了阿毛的突然造访 让幸福的一家三口 提前团圆之外 还有更加令人脸红心跳的 泳池之吻 希望阿罗和小鸐 能够一辈子幸福下去 大结局当中 小鸐和阿罗 彼此治愈的爱情故事 虽然感动 但更令学长感动的是 小鸐对阿布的告白 小鸐之所以不介意被视为gay 和小鸐的爸爸的教育 是分不开的 他曾告诉小鸐 不要因为害怕和别人不同 而拒绝承认 生活中我们早已习惯了 人云亦云 因为害怕与大多数人不一致 导致我们总是不敢轻易地 发表和别人不一样的观点 但世界上哪有两片 完全相同的树叶 所以不要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 而迷茫困惑 这个世界需要不一样的东西来填充 所以勇敢做自己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关注投赵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